以西节书第25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对亚门人 说预言攻击他们 你要对亚门人说 你们要听主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的圣索被亵渎 以色列地荒凉 有大家被掳去的时候 你说 哈哈 所以我要把你交给东方人做产业 他们必在你那里安盈 在你那里设立居所 他们必吃你的果子 喝你的奶 我必使拉巴成为牧放骆驼的地方 使亚门人之地成为羊群躺卧之处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手舞足道 心存轻蔑 因以色列地的遭遇而欢喜 所以我必伸手攻击你 把你交给列国做略物 我必从万族中剪除你 使你从列邦中灭亡 我必消灭你 你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摩押和希尔说 看哪 有大家与列国毫无分别 所以我必除去摩押一面的防守 从边界的城市开始 就是他们看为那地狱之荣美的伯耶西墨 巴利免和基列亭 我必把摩押连同亚门人一起交给东方人做产业 使亚门不再在列国中被纪念 我要向摩押施行审判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以东向犹大家报仇血恨 他们这样做 就犯了大罪 所以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伸手攻击以东 把人和牲畜都从其中剪除 我必使以东荒凉 从提慢直到抵弹 他们都要倒闭在刀下 我必借着我子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 以色列人必照着我的怒气 按着我的烈怒对待以东 以东人就知道 这是我的报复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非力士人向犹大人报仇血恨 心存轻蔑报仇血恨 他们永远怀恨 要毁灭犹大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伸手攻击非力士人 剪除激励提人 消灭沿海剩下的人 我必怒责他们 向他们大师报复 我向他们报复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